今年2月份 胡先生通过我爱我家中介 看中了翠苑二区的一套房子 70多平方 总价268万 胡先生说 这套房子比周边的房子要便宜一些 2月9号就跟卖家签下了异项合同 交了5万块钱的定金 年初八吧 就是朋友有个VI 就是另外网站上发的VI发过来 就是跟我看房的样子就完全不一样 就是同一套房子 就是同一房源的房子 胡先生介绍 这套房子也在另一家中介挂牌了 他找出了平台上的VR看房图片 显示房顶上有两处水渍 范围还挺大 在我爱我家的手机应用上也有VR图片 两处水渍也能看见 不过其中一处没那么清晰 但是没仔细看 但是它也是一件事 房子挂上去之后才粉刷的 就应该是这个中介是知道这个事情 粉刷这个事情的 应该也没有告知我 就问题就出在这里 胡先生表示 付订金前他去这套房子看过两次 因为房顶被粉刷过了 所以没看见水渍 他认为这套房子存在渗漏问题 就一直没有签转让合同 漏水的原因也没有说清楚 然后也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他们就是说是淹水过 然后我又上楼上去问了 就是楼上那一家也没有说这种情况 就是查这个问题就查不明白 所以说就是这个 我就这个对买这个房子 就后续这个签真实合同 我就没有信心了 据我们经验来说呢 这个应该是之前楼上的 因为是可能是厨房用水处理不当 然后导致了一段时间渗漏 然后他处理好了以后 因为期间从16年到现在 楼上那个现房东 他是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现在的房东是2016年入住的 就是楼上的房东 我们这套房子楼上的房东 那据我们经验来说呢 这套房子应该是之前出现过 但是他那个痕迹一直没有去抹掉 因为没有对现在房东这个租客 造成影响 所以他一直就没有处理 我爱我家的吴店长表示 吴先生看中的这套房子 之前是出租的 他们也问了租客 说是住进来就看到水渍了 因为没有出现渗水 也就没管 他说一直有渗水 他是说后来如果你们 房东如果去解决的话 可能就没问题了 但是他只是说如果 房东也是没解决 房东这个问题都没有说清楚 就是租客是这样说的 租客有啊 有这个微信他自己发来的这个 您可以提供证据吗 可以啊 吴店长表示 那位租客不想被打扰 胡先生拿出了一张照片 说是卖家同意他拍摄的一段 微信聊天记录 卖家当时把租客的话复制了一遍 内容是租客发来的 其中租客说到 应该是有点渗漏 但当时物业说是 可能是外面下雨吹到墙上 导致墙体有点湿 这边房子都有这种情况 但还有一句话 感觉不明显的 从来也没有明显的渗水情况 不影响生活 从我们去看房子为止啊 这个房子呢 就处于是刷牌的状态啊 第一呢 我们不存在这个客业隐瞒啊 然后呢 第二呢 因为那个照片呢 是客户从另外的中介公司翻出来啊 那是很久以前拍的照片 你们外我家的那个手机软件上面啊 也有这个照片 就是VR看房的嘛 嗯 那个上面也看得出来的 对 那是很久之前就拍的这个照片 就是说相当于是从 房东是从拿出来卖之前 他是出租过一段时间啊 就是他重新拿出来卖的时候 就是我们带这个客户去看的时候 那个房子是已经是刷白了 吴店长表示 是别的中介建议卖家把房子刷白 但目的仅仅是为了美观 而不是隐瞒什么信息 吴店长还说 目前为止 他们的工作人员 带胡先生去看过这套房子 不下五次 连天花板的扣板都打开过了 没有渗漏的痕迹 胡先生现在希望退还定金 记者联系了卖家 他在电话里说 这套房子买来十多年 没发生过渗漏 自己当初是急售 所以价格比较低 胡先生没有按时签转让合同 属于单方面违约 而且对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定金肯定不会退 胡先生这边 现在打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1818黄金眼技术报道